星級論證 Hello 大家好 今個星期想說一說就是友邦 友邦就會11月12日 接下來就要出業職 今次我看過 中國消費市場的 回復速度都相當之慢 加上現在疫情都比較繁複 所以友邦的產品應該只有單位數字的增長 加上亞洲貨幣都開始走弱 所以我覺得就是友邦 其實都有一個沽的空間 友邦的50天線大約是91.4 我們看回技術圖的話 9月23日、10月4日、10月8日和10月20日 連續四次,友邦都是92元售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開淡倉的話 就93元做一個止蝕 目標價就是9月20日的低位 82.1毫半 今個星期我就看友邦的淡倉 好,謝謝 很高興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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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